据说汽车要倒着开才对 因为汽车为了美观 其设计的原理不符合空气动力学 倒着开其实是比正常开车会更快 这是真的吗 亚当和夏娃为了验证这一个实验 准备先进行速度测试 看看到底倒车驾驶能够达到多快的速度 是不是能够像电影中的一样 能够与正常驾驶 亚当首先上车进行正常驾驶 经过一段时间的加速以后 汽车在经过测速器的时候 速度达到了80千米每小时 接下来就要进行对倒车的汽车的测试了 看看倒车的汽车是不是能够达到和正常驾驶速度 接下来夏娃驾驶着汽车进行倒车 用同样的距离进行加速 看看汽车的速度是不是能够达到80千米每小时 夏娃驾驶着汽车飞速向后倒车 但是这个汽车的速度依旧没有达到80千米每小时 仅仅只有53千米每小时 看来倒车驾驶的速度 终究还是赶不上正常驾驶的速度 但是二老兵不打算就此放弃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倒车驾驶进行障碍物躲避 亚当和夏娃要先后倒着驾驶汽车进行障碍物躲避 如果是正常驾驶的话 这些障碍物是都能正常躲避的 但是倒车驾驶的话 需要一直看着后视镜进行观看 同时还要通过对后视镜的观看进行对后方障碍物的判断 这样会让大脑对道路的判断变得更加复杂 这样会让驾驶的难度变得更高 亚当首先进行驾驶 但是亚当的倒车驾驶十分烂 根本不像正常驾驶的时候一样 就像是一个刚开车的新手一样 撞到了很多路障 而夏娃的倒车驾驶却更加烂 比起亚当撞倒的障碍物还要多 并且他们驾驶的速度还很慢 平均速度仅仅只有23000米每小时 但是他们不行并不代表其他人不行 亚当和夏娃准备去找一个驾驶教练 教他们如何倒车驾驶 教练告诉亚当和夏娃 只需要将身体放在车辆中间 你的倒车技术就会得到很大的提升 我不其然在得到技巧以后的亚当 比之前驾驶的最高成绩还要上15% 接下来亚当和夏娃要进行更为艰难的追捕实验 亚当和夏娃的团队会在一个废弃的小镇上 放上很多的障碍物 然后亚当倒着驾驶 并且一直保持高速 而夏娃则是正着开车追捕亚当 看看最后亚当能不能实现像电影中的一样 倒着开车也能实现高速驾驶 结果在驾驶的时候 亚当一直保持着高速 并且还能成功躲避着火的车辆 但是还是撞到了一些障碍物 让夏娃追上 不过即使夏娃追上了 亚当依旧能够靠着倒车的技术 上坡继续躲避 虽然最后夏娃还是撞到了亚当 并且将亚当前轮卡死 让亚当无法逃脱 但是亚当却认为 其实在车上进行倒车驾驶 是完全有可能的 只要能够经过专业的指导 让自己的身体处于车辆的中间 就能实现高速的倒车驾驶 但是如果为了安全 还是正常驾驶更好一点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